以色列对伊朗报复性空袭 美国代理人升级中东战争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纽约时报突发消息 当地时间10月26日凌晨 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报复性质的空袭 本月初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200多枚弹道导弹 此后以色列承诺对伊朗发动空袭 根据消息 以色列军方在周六早些时候表示 他们开始对伊朗发动袭击 以回应伊朗对以色列的多次袭击 以色列升级行为引发了人们的担忧 即中东两大军事力量之间酿运已久的对抗 可能升级为一场更加广泛的 中东战争 当地时间凌晨两点半 以色列国防军发表了一段简短的声明 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 哈加里海军少将 在连接到产生的继续攻击 伊朗法军的领导弹 对伊朗法军 伊朗法军的领导弹 正在几个砍举案上 上军事力量的领导弹 伊朗法军 伊朗法军和其他领导弹 优优独播剧场—— 根据声明大家也看到了 这是一次报复性质的针对军事目标进行的空中精确打击 有人问怎么看 如果仅仅是针对军事目标 包括预先通知 而且不会造成人员伤亡或者敏感性目标的损失 那么可以认为是一次象征性质的报复性打击 假设这个时候 我们伊朗的老朋友自由派佩泽施基安 采取一贯的战略定力 或者让自己在西亚的代理人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的报复 而伊朗什么都不做的行为 那么我们可以认为 这一轮伊朗以色列相互打击的行动告一段落了 比如今年四月份 以色列就是通过伊朗本地的反贼 利用无人机虚张声势 然后发表声明 说他们报复了伊朗 但是事情往往不会像那样简单 因为真正不想停下来的不是伊朗 而是以色列 更是美国 我事先看到了一些评论 说这场中东战争 大家都想停下来 但是已经逐渐演变成内塔尼亚湖个人的战争 大野猫认为 这些仅仅都是战争迷雾 真正不想停下来的 很有可能是美国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仔细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身影 隐隐约约的出现 我们知道 美国特别是拜登本人 一方面要求内塔尼亚湖立刻停火 另外一方面源源不断的运输机 在特拉维夫把美国军事援助进入以色列 而且我们也看到了 以色列所有的军事行动 美国自始至终都是支持的 最起码他不反对 这里边有美国的政治 但是更重要的是美国的战略安全和战略目标 那么有人问 我们看到了拜登多次要求内塔尼亚湖停火 难道是假的吗 咱这么说 这个问题相对复杂一些 大野猫认为 美国在如何使用以色列这个中东代理人的时候 是具有多重考虑的 其中一个方面 如果拜登可以让内塔尼亚湖全面停火 拜登最起码可以向世界保证 美国依旧有能力停止战争 美国的信誉在全球依旧可靠 但是我们也知道 拜登这么做的目的是依靠这样的成就 帮助哈里斯和民主党赢得大选 仅此而已 这些都是他的个人考量 哪怕停火 仅仅到选举结束 什么意思 是的 你没有听错 从战略的角度 拜登和民主党只需要让内塔尼亚湖停火到11月5日 这里的关键词是拜登和民主党而不是美国 如果是美国的话 从战略层面 以色列在中东的军事行动 所有的行动都符合美国的利益 这些东西都是美国想要的 只不过拜登为了个人的选举 然后想办法去让他们发挥其他的作用 也就是说 更进一步的说 保障以色列的绝对安全 并且削弱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是美国希望看到的 甚至很多脏活泪活 美国是想出手 但不能下手 所以利用以色列这个代理人 完成美国想要达到的目标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有人问 美国想要以色列达成的目标是什么 或者以色列方面想要达成的目标是什么呢 其实吧 这里边还有一个能力问题 因为以色列不是那个控制全世界 绝顶聪明的国家 而是一个粮食不能自己 没有美国的军事援助 两个星期都无法坚持的代理人 之前所有的以色列神话 以色列军队不可战胜 以色列空军全球第一 都是美国帮助创造的 因为它符合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目标 之前我们看到了这些东西 现在我们看到其他的东西 也都是美国想要以色列做到 他想要完成的目标 所以从这个角度 以色列的任何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 或者对外行动 都可以被认为是美国军事力量的延伸 那么这里有人问了 为什么美国不亲自下场呢 这个问题呢也非常的明确 首先通过代理人来达到自己的目标 也是达到自己的目标 完成了自己的战略 同时保障了自己的国家安全 比如说这一次 伊朗跟以色列之间相互用导弹和空军攻击对方的军事目标 是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事 而不是美国跟伊朗之间的事 哪怕以色列的航空炸弹 以色列的导弹都是美国提供的 也就是说美国通过以色列这个代理人 让战争变成了伊朗跟以色列之间的战争 而不是美国之间的战争 除非伊朗直接反击美国 然后迫使美国下场 但是我相信伊朗还没有这样的打算 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国际形象 如果美国变成了那个到处煽风点火的战争贩子 特别是在中东地区掀起一场中东内部的广泛战争的话 那么美国的形象再次遭到打击 现在美国已经不可能一手遮天了 美国在世界上的主要对手 对于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影响是有极大的挑战的 如果美国因为挑起中东战争亲自下场 进而失去对第三世界的影响的话 那么对于美国来说可就满盘皆输了 这就是为什么拜登政府一方面假系真做 要求内塔尼亚湖在加沙地带和整个中东停火 另外一方面又源源不断的军事援助以色列 美国想制造一个假象 自己还是维护世界和平的 给第三世界做戏来看 让第三世界认为美国还是和平的缔造者 只不过以色列是那个麻烦制造者 但是实际情况是什么呢 是以色列所有的军事行动 美国都支持 以色列所有的军事打击 美国都参与策划并参与其中 难道这不是美国的战争 还是谁的战争呢 也就是说美国在表面文章一定要做够了 给足第三世界面子 否则美国将失去整个第三世界的影响 对于美国来说不符合他的长远利益 所以他在中东更希望以色列这个代理人为自己去行动 至于以色列的目标 声明中也非常清楚 以色列在七条战线上作战 这些空袭只是自我防卫的一部分 什么意思 以色列根本没有停止战争的迹象 如果伊朗在这个时期依旧战略定立 依旧认怂的话 是没有办法保护他在中东地区的利益 也就是说 无论这一次空袭目标精确打击程度如何 对于整个战争来说都是升级的行为 也就是说伊朗不是说选择报复还是选择不报复 而是伊朗必须要报复 只不过程度大小而已 之前伊朗方面已经说了 如果你要打击重要的军事目标 比如说核武器设施 比如说石油设施的话 那么伊朗将大规模报复以色列 不惜动用数千枚导弹饱和攻击以色列 如果这种情况成型的话 那么中东战争将进一步升级 也就是说 以色列的这一次报复性空袭 对整个中东局势来说 只有升级 没有缓和 即便是象征性质的空袭 它也达到了升级战争的目的 因为它没有给伊朗回旋的余地 通过声明可以展示 如果以色列在七条战线上作战 那对于以色列来说 是一种生存危机 以色列面对这种生存危机 必将全力以赴 让战争进行到底 最终达到他想达到的目标 也就是说 伊朗认怂是没有用的 从这一点上可以说明 以色列已经没有退路了 必须达到最终目标 哪怕是扩大战争 同时这也符合美国的战略诉求 为什么这么说呢 对于美国来说 从中东地区战略收缩已经成为必然 中东地区将是美国的第二个阿富汗 大家不要小看了美国从阿富汗撤军 美国当时打着反恐的旗号进入阿富汗 什么意思 美国想进入中亚地区 这个最后美军没有染指的地区 我们也知道他仅仅坚持了20年 就夹着尾巴逃跑了 所以我们看到了 在中东地区就是下一个美军要夹着尾巴逃跑的地方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是美国自身实力下降 已经没有办法负担全球多个军事基地的存在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在一些次要战场上撤离 比如说中东地区 如果可以通过代理人打赢一两场战争再撤走的话 那么就符合美国在当地的利益 另外一方面 美国必须把所有的力量部署在西太平洋 应对这个方面的威胁 当美国把所有的军事力量撤往西太平洋的时候 在中东地区撤离 也就变成了一种必然 第三点就是中东人民的觉醒 中东是中东人民的中东 跟美国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你美国可以给我带来发展 那好 你可以在这里待着 如果你不能给我带来发展 带来的是战争和毁灭 那么请你滚出去 所以美国在这几个方面都可以看出 他在中东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在这种情况下 对于以色列来说 自己必须避免自己成为第二个耶路撒冷王国 对于以色列 这样的情况是不可接受的 所以以色列必须要达到一些战略目标 比如说消灭巴勒斯坦一切抵抗武装力量 解决掉珍珠党这个北方威胁 迫使伊朗放弃核武器研发 这也是美国 所以以色列能够在理论上办到的事情了 在实际的军事行动当中 他根本办不到 所以今天 以色列对伊朗进行空袭 这种哪怕是象征性质的报复 无论结果如何 都是升级战争的行为 为什么 对于中东来说 是觉醒的前夜 对于以色列来说 这一仗必须打赢 对于美国来说 即将撤出中东 所以对于伊朗来说 报复是一定要报复的 认怂无法保障伊朗的安全 所以伊朗再次报复以色列 已经板上钉钉 只是一个大小的问题 大家怎么看底下留言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